年夜饭后哪些菜需要忍痛隔耳的道调呢? 剩菜怎样吃更加安全? 春节期间呢,大家都会做很多好吃的东西 肯定也会留下很多剩菜 这些剩菜怎样吃更加健康安全呢? 第一是有致癌风险的菜 一些绿色蔬菜中亚硝酸盐含量 经过隔夜后增加会较为明显 像小白菜、油菜、菠菜、韭菜、芹菜等 烹调之后呢,放置时间越长,风险越高 因此蔬菜最好当天吃完 剩下的隔夜菜最好扔掉 第二是有细菌污染风险的菜 隔夜菜中如果冰箱放置不合理 剩菜放置时间过长 细菌污染可能会比较严重 对于一些不能二次加热的凉拌菜 实在吃不掉就直接舍弃 对于海鲜类食物像贝类、荷蟹、虾类等 如果放置时间较长的话 会产生阻碍类的物质 容易引起食物中毒 对于剩下的肉食 细菌污染会产生肉毒毒素等 即使加热食用 高温也无法破坏这种毒素 一样会造成食物中毒 第三营养价值所剩无极的菜 包括吃剩的菜汤 吃果锅剩下的汤汁 反复加热的剩菜 所含的营养价值很少 但是含有的脂肪飘零很高 容易导致肥胖、高尿酸血症 甚至痛风 这样的剩菜最好忍痛隔夜 把它倒掉 怎样保存剩菜更加安全呢 这里教你几招 第一剩菜要煮透再放冰箱 对于需要冰箱保存的剩菜 最好加热煮透 放在有盖的容器内 等常温后再放入冰箱保存 能够杀灭剩菜中的细菌 减少食物中毒的风险 冰箱里拿出来的剩菜 不能放在室温下时间过长 拿出来后呢 尽快进行蒸煮 开锅至少5到10分钟以上 彻底消灭残余的细菌等 隔夜的剩菜最好在24小时内吃完 肉类冷藏也不要超过48小时 冰箱里要注意定期消毒清洁 生熟分开 熟菜要用保鲜袋密封保存 总之过节期间健康最为重要 重视饮食健康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过节才能充满祥和与快乐 祝你新年快乐 我是心修管汤医生 欢迎您关注转发评论 咱们下期再见